疫情期間還是希望你們能落實登記 然後兩體穩 還有公共抱歉的消毒這些 要餐的部分還是有一些回憶可以參考 對 我們這邊都有餐飲業的防疫管理 然後還有一面都可以做參考這樣子 好 謝謝 有關住宿的入住部分就是可以參考這幾個 因為有人會問到就是說 有關入住的人的部分 然後還有就是說毒品的那個宣導 防這個宣傳 那如果說有知道的人在這邊 有持用戶的毒品 或是有需要先通報警察局 不然這邊會有特定的營業場所 會被授拔就對了 然後後面的 對 對 對 那個麻煩很高 我們有把那個 這邊都有 所以我們這邊都有 10萬到100萬 對 10萬到100萬 現在有人問到就是說 那個入住的那個部分 也就是說你四個人 原則就是按照房型 那你如果一家人同住 也可以就到五到六個 這個也不算那個群聚 然後不能群聚的是說 你不可以在這邊開趴 如果說有人要進來開趴 然後就是那種 然後可能會覺得 可能會不會 這部學生會被群發的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 毒品防制的那個部分 那如果你知道有人可能在這邊 心理會 我們心理會 那一定會把我們關注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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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然就會被罰款 然後這個罰款很重 深刻的